美媒称,无现金支付方式,正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大城市迅速普及,以至于,有专家开始将北京称为未来无现金社会的原型。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17年,中国移动支付总额愿超美国,达到15万亿美元,但并非所有中国老年人,都熟悉这种先进的支付方式。 据美国十英财经网站11月26日报道,63岁的北京居民张斯奇艺,说,有些老年人很难跟得上科技发展,许多退休的老年人实力不好,看不清屏幕,或者记忆力不好,记不住怎样使用这些软件。 报道称,随之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开始老龄化,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只会越来越常见。 据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王峰预测,2015年至203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增加1亿,达到3亿多。 王峰在刊登于布鲁金斯学会刊物的论文中写道,这种变化将考验政府满足日益增长的福利和服务需求的能力。 报道着,尽管中国央行新年治理了拒收现金的行为,呼吁消费者再使用现金支付,被据时可以投诉。 但这种支付方式的分裂,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挑战。 报道表示,美国武德罗维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科技观察人士中院在外交政策杂志上专门警告说, 移动支付正在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在富有的城市中产阶级与繁荣时期,落在后面的群体之间划出界限。 在中国政府急需拉动消费之际,地方政府对移动支付的管理不善,可能是老年人和穷人,被阻挡在消费经济之外。 报道着,尽管这些问题看似厌倦,但当家新认为没有理由绝望。 作为西洋在城市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创始人,张家新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组织大学生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免费课程,让他们熟悉基本的科技概念,该中心提供多种课程。 不过大多数老年学员,希望掌握的技能类似,例如,如何使用交流,在个11个月活跃账户中,约有5000万个属于年龄在55岁至70岁的老年用户。 其特色欢迎的课程还包括,如何网上购物和使用网上银行,如何下载音乐和玩简单的电子游戏等。 还有一门重要课程,那就是防范网络诈骗。 资料2018年3月16日,北京是丰台区东高地街道的志愿者在叫梅园社区的老人使用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 新花社记者李贤社,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哎哟。